来 我问一下大家 就是你们现在的反手场 能够将球打到那里 你们现在反手能够将球打到哪个部分 是前场还是中场还是瘦场 我们给他看一下 我们就用这个手腕手指发力 你就把这个力腕架拍 还有结合我们的刚才教的手指握拍 和手指发力给掌握好之后 你看一下你的反手能够打到那里 给他看一下 你看 手腕架好 手指抓紧 手腕架好 手指抓紧 手腕架好 手指抓紧 我每个球都可以轻松地打到后场的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 教会你们这个反手后场的正确发力技巧 因为如果你不会 你可能就全身力量用上都只能打到前中场 但是你只要能够学会我们现在教的 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 你就可以就能够将球轻松打到后场的线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就是我们的手臂该怎么发力 因为你把这个手腕手指给学会之后 你的手腕手指是不错了 但是你的手腕发力要正确 你才可以怎么 你才可以完美地将你的力量爆发出来 因为手臂才是决定我们主要的发力极右群 对吗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力量不够 也不用担心你是女生 因为我就是通过这个发力正确的方式 让很多三四年级的小学生 女生也好男生也好 都可以轻松打到后场线 首先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很多球的发力为什么发不好 因为他在发力的时候 他说是觉得我们的发力一定要怎么 特别用力 所以他在架盘的时候 就可以地将他的手臂绷得很紧 然后觉得我们这样用的力也很大 但是你其实先绷紧之后 你的手臂是同时向后回盘 他这样的挥速是很慢的 挥速慢了 你的球速自然就慢了 那你思考一个问题 决定我们球飞地远不远的 是什么 要想的是让这个球速尽可能的快 要我们的挥速也尽可能快 要我们在接受球的这一瞬间 挥速提升到极致 球速提升到极致 所以我们在挥拍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决定我们最终挥速了 是我们的手腕手指 那我们在挥拍的过程当中 要先把我们的手臂当做是鞭子的三节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然后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就可以了 架好拍子的时候 先用大臂发力 向后顶走给上第一段光线 小臂自然放松 形成我们的自然一拍 拉开我们的发力空间 小臂再顺着光线 再向后板给上第二段光线 最终才是我们的手指 顺着我们的大臂和小臂给的光线 顺点抓紧 将我们的挥速提升到极致 为什么 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提升到极致 很简单 就是你看大臂小臂给了惯性之后 有一个很强的向前的惯性 那你顺着这个惯性再去抓紧 是不是才能够将挥速提升到极致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你把这个三段边闪给球会之后 你的反手可以有多简单 好吧 看一下我们的反手 我们就用五成利来试一下 能不能将球打到后场底线 五成利 看到吗 看到吗 是不是 每个球都是很轻松的 就能够打到后场底线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定要将会你们的发力技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